嗨 欢迎来到不爱就散 我是聂华 我是方玉 好 我们今天要谈的一个呢 对我来说 谈了一百多节 但这个很新鲜 就是方玉律师讲的一个个案 就是婚姻里面的乐单足 快乐的乐 单身的单 那我先问一下方玉律师 你在你的婚姻状态里面 什么时候有什么事情 一定是你自己去做的 我好像大部分都自己去做 我连 举例 产检自己做 对 然后要生小孩要住院自己做 然后老公就是来看我生小孩 那这个很特别 我一定看我们那个小编 已经蹬得很大了 这很特别 为什么那时候 要生小孩的时候 是你自己去 因为我老公很忙 他那时候经常是要出差的 那我又是早餐 小朋友三十六周 就那时候我要记得 我要去学校去讲 那个法律 法治教育 到国中去讲 然后我就去上个厕所 因为那个中午 我就做完那个我的讲义 哇就发现破碎了 那破碎的时候 然后我那时候 第一个就是当然觉得对不起自己的孩子 怎么没有把自己照顾好 那我就开始交代 开始要安排住院 那我先生是在外地 那时候正在忙 所以我就很担心 他因为知道这个讯息 会很紧张要赶回来 所以我就把这个整个事情都安排好了 等到他从外地回来的时候 再来医院看我 那时候我就大概就是要生产的状态 那至于产检 我那个医院我发现很可爱 去那产检很像点字住餐 就是好多人 然后就一颗一颗西瓜在那边摸 那这件事情其实真的不太需要老公赔 因为就在那边点字住餐的概念 所以但是我为什么特别提到这个经验 是因为我曾经办过一个案子 很多的女性对于老公没有赔老婆去产检这件事情 还有缴那个产检费这件事情是相当的不满的 他应该是不满说 老公竟然想都没想到要不要我陪你去 那很多女性就说你不讲那就算了 我自己也可以 但是我没有很喜欢老公陪 OK 那我的乐单组在婚姻里面的乐单状况 我想要去看电影 比方说所有的爽片我都不喜欢看 对 就像我先生会一直说 那你到底要不要去看第七集 A Mission Impossible 我说我知道每个人都说很好看 而且我们有朋友看过两遍 我说你赶快找儿子 自己把它看掉 这样子 那比方像叶问我先生每一集都是进戏院看的 叶问需要看戏院 OK 对然后我呢 都是电视有重播的时候我就顺便看一看 那我这样顺便也把每一集 或坐飞机的时候看一下也都把它补全了 所以在看电影这件事情上面 我是绝对的乐单 因为我跟他都不会驱咎对方喜欢的骗子 那我想更多 我还有喝咖啡的时候我一定乐单 为什么 我觉得一个人喝咖啡阅读是非常开心的事 我不会找朋友就真的一个人 所以对面如果做一个无声的老公 也不一定需要 我觉得那个整个氛围都不见 那个人类 那个氛围都不见了 因为那个乐单 你看我们这张照片老师 大家看一下 这种乐单有没有很舒服 好 婚姻里面的乐单族不是真的追求单身 而是在部分的时空里面 享受一个人的单身状态 你看这三个照片 我们三个 我们家三个都有 像我呢 左边这个女生 还有这个中间这个男生的状态很有 然后我老公是很右边 他就爬百岳 他喜欢爬百岳 对 那也是不奉陪的啦 对啊 那百岳我也是无法参与的啦 好 那在这个个案里面的这个乐单 我觉得他情况比较尖锐 我想听听看 好 这对夫妻啊 其实因为工作的因素 那本来就是分隔两地 那就是老婆呢 跟孩子就是在国外生活 好 就是这样长期下来 那就也有一定的他们的生活形态了 可是呢 有了一个变化 就是孩子也长大了 他也到外 他可能也去念书 到别的地方去念书了 那先生呢 也开始有了退休的准备 所以本来这对夫妻 在我们的想象当中 就像我跟念华老师一样的年纪 我们通常就会开始 想要去过一个游山玩水的日子 那或者是一个 只有你跟我的日子 那本来以为这种 分隔两地的这个原因不见了 因为孩子的就学跟工作的因素都不见的时候 终于可以过着两个人的生活的时候 突然老公说他不行了 他说我觉得我单身已经习惯了 所以他就对于这段婚姻就突然有了想象 如果说要恢复到一个共同生活的一个 这种双人枕头的日子 他没办法 那就起了一个离婚的念头 那太太原来在国外 先生在台湾 好不容易生命阶段两儿可以住在一起了 那先生选择 离婚我比较可以真正保持 我想要的单身状态 是的 那现在这个 总会搞到诉讼离婚吧 是没有啦 但是对于妻子来讲 他是很难接受的 因为这是一个没有冲突的婚姻 对吧 他们两个分隔两地其实要冲突 而且都还 别人认为说都还可以维持了 第二件事情是两个 其实都是我们大家心目中觉得很棒的 就是说在情绪管理也好 或者是带人接物也好 两个都是非常好的人 那你可不可以再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有没有比较能够深入的体贴 或了解到他先生真正还想乐单的原因 因为我相信现在很多观众还有听友 你一定会想说 他先生是不是这几年 其实有另外一个亲密关系 太太不知道 所以他不想跟太太退休后一起住 目前听起来不是 那你所了解他先生真正的 他就是他不想改变他的生活情境 好 我谢谢尼尔老师讲 就是说其实我遇到很多的中年男性 都有类似的情形 并不是那么格暗 他其实变成一个普遍现象 也就是说很多的中年男性 他大半辈子 他觉得为了妻儿付出了就是工作 那么到了人生的下半场 你可以把它称之为中年危机 也就是说中年会有一个转折点 那么也就是说我的事业 也没有办法再往上升了 那他在这个情形就希望要找到 我的下半身是要做什么 我为妻儿我已经大半日子 大半年都已经这么辛苦了 我难道没有办法回到一个 不需要肩负妻儿责任的单身生活吗 那像我有一个朋友 他也是类似的情形 那我就问我这个男性朋友 你老婆真的对你很好 给你的自由度真的很宽 那像太平洋一样宽 你到底为什么一定要跟你的老婆 因为我都认识 他就说不是那个单身是一个心理的状态 我说可是你老婆也没有要你照顾他 他也反而可以照顾你 他说可是我只要在丈夫的角色里 我就觉得我对他要负很大的责任 我光想到这件事情我心里就很难受 比如举例来讲我想要去游山玩水我想要一个人 像刚才讲 譬如说我想要去爬百岳 那你老婆说可以啊 她说可是她的可以我一样心里受到拘束 我觉得她现在身体不舒服我怎么可以远游呢 所以她觉得那个心理上的障碍跟责任感 她是无法跨过去的 她说她一定要去角色 不然她没有办法继续这段婚姻 后来我那个朋友就真的因此而离婚了 可是她三不五十都在她老前妻家 也是说她虽然离婚了 但她真的就关系变好朋友 所以她只要像去看电影 像老师刚才讲看电影啦 听演唱会啦 或者是去哪里 有时候约约她前妻说我们要一起去嘛 所以去角色化之后 他们的关系是 那个距离对他来讲是刚刚好的距离 所以像老师问我说 怎么去看待这个男性 对我来讲 中年本身就是一个很多人重新盘整的日子 他的时段就是在 我要盘整我要下半生怎么样过我的日子 只是如此 有时候就是这样而已 我想要你刚刚讲的去角色化 真的有可能 就是有的男性 我认得他越是在这个婚姻生活里面 他负担了非常多元的角色 对 由于他的责任感 就是孩子大部分是他照顾 然后他照顾他自己的父母 那同时他也照顾他自己的妻子 无微不至 那走了很长一段路以后 当孩子都可以独立的时候 他会非常非常想要一个人 对 我觉得那个非常想要还原到一个人 或者重新变成一个人的状态 也就是说他希望他的生命里面 为别人负担的责任都可以放下 对 他真的是这样 我还有一个朋友也是 他行李都已经拖出来了 结果突然家里一通电话 他又把行李放回房间 我那时候我这个男性朋友说 我另外一个男性朋友 他说那时候的感觉他好痛苦 他就是一通电话 这个责任又回来了 所以他又把那个行李 因为他没有办法做到真正的 不愿意再承担这件事情 因为他的个性真的是 一个很负责任的人 所以有时候透过一个配偶兰的空白 这件事情对他某种程度的意识感 也就是说也许你这通电话来 我会到医院去照顾你 但是我至少去了这个角色的时候 我心里是另外一种感受 我就在准备这集的时候 我突然想到这个婚姻的试词 在酒店或餐厅结婚我不知道 但如果你在church结婚的时候 大部分这个试词一定会用到 直到我们死亡才将我们两个分开 til death takes us apart 务实的来讲我觉得 以后要不要有这种婚姻试词 我真的是非常务实的来讲 因为它是说我们之间的爱 我们这个binding是一直到死亡 才能把我们两个分开 我想说婚姻这件事情 跟婚姻的试词 是不是要念这样的试词 我觉得可以重新想 如果婚姻是人生的一种状态 是人生的一个选择 请问这个选择跟状态 要不要锁死在 答应了就不可以改变 对 我觉得有时候 我们的承诺太天真 就是说譬如说 我承诺白头邪老 我承诺自死不渝 还是慎柔这样 不是 还是慎柔 还是慎柔讲出真心话 那是假的 我一直说那是假的 就是说还是山盟的话 有时候就是还是慎柔 那有时候这个都是一个想象 我们只能说在那个moment 我们都带着这样的期待跟想象 来做出这样的承诺 可是有时候实际上 是真的是困难的 但是当你发生到困难的时候 我比较想要讲的是 你如何去告诉别人你困难了 那个方法跟态度是最重要的 我觉得像刚才我讲这个例子里面 这个小故事里面 我觉得你怎么 你用什么态度去跟你太太讲 我想要恢复乐丹呢 我想要一个人的生活呢 那其实像我老公啊 一天到晚在看那个一个人的深夜食堂 有没有 然后我都一直在想 你现在是要告诉我什么吗 那当然那个 以前他自己爬百岳的时候 我其实在年轻的时候 不太能够接受 我脸就哭啊 我说这个廉价你要去爬山 他说你不要这样 我说好啊那你去啊 他就说你这个表情跟你这个态度 他就觉得你并没有 你觉得我去是应该要歉疚 他应该要对你亏欠的 他是这样跟我讲 我是说难道我要很高兴你去吗 对 可是我到这个年纪 明白他那个那时候的负担 所以我现在就觉得 哇你可以爬山就赶快去啊 如果能够一个人开心 我觉得终究是希望你很开心的 我觉得如果夫妻之间 不要用婚姻这两个字 这么表情的来看 而是我跟你的关心 我终究会希望你是幸福的 那所以 以这样的一个进行中的 这个法律个案来说 假设他不能够协议离掉 他必须呢 是用司法判决 来判决离不离 那一个人主张 他不想再要有同居生活 他可不可能构成一个判决离婚的条件 好来这边讲一下法律上的理由 就是夫妻互付同居的义务 但是有不能同居的正当理由不再此限 简单讲就是说 刚才那个小故事里面 他们的分居当时因为工作 因为孩子有了正当理由 那么当这两个理由结束之后 你就必须有履行同居的义务了 那么就像我们在好几个单元前 有听到台湾的宪判8 就是有限判4 对不起 限判4有去提到说 现在唯一有责的配偶 到底可不可以肃请离婚 那这部分在修法当中 那目前法务部对于分居制度 也正在讨论当中 那么以眼前来讲 用这样的理由来肃请离婚 势必是不可行的 如何寻求另外一方 能够去谅解 并且去接受这样的一个关系的转变 这件事情反而是最重要的事 所以台湾现在有在开始讨论分居制度 立法化 对 是的 就是法定分居跟事实上的分居 那包括你分居三年或五年 就可以肃请离婚 好 这个我们下次可以来谈 因为我们本来以为台湾 是完全没有所谓的 法律规范的分居制度 谢谢收看跟收听今天的不爱就散 请按赞分享 开启小铃铛 介绍给你的朋友订阅 我们下次再会 拜拜 请不吝点赞分享